对我们修行人 能够知道自己的未来和知道自己的现在 你就等于拥有了智慧 等到你懂得什么叫迷惑颠倒 什么叫积功行善 你就慢慢懂得了般若智慧 在你的人生当中 慢慢地转成清静无为 你就在解脱自己修心道路上的烦恼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生活当中的一切你都会很当心 因为一点点错 你就会给自己制造未来的果 师父还说 一点点善 你就会给自己制造未来的甜 不以善小而不为 不应恶小而为之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师兄们好 我来分享一下昨天上午的亲身经历 本来和先生说好去婆婆家 早饭吃了点玉米和隔夜冰过又重新煮过的西红柿咸菜汤 不久后又测肚子痛 我怕半路找厕所不方便 让先生一个人去婆婆家了 等他走后肚子痛得越来越严重 还一直不停地呕吐 痛得满头大汗 衣服湿透 想打滚 人却冰冷冰冷 想盖被子 还好女儿在家照顾我 不停地给我喝温开水和盐水 看我痛得缩成一团 女儿一直催我去医院 说实话 当时我连倒杯水和正常的走路都不能 哪里去得了医院 我就安慰孩子说 妈妈有菩萨保佑 没事的 但我坚信我是学佛人 相信菩萨一定会保佑我 此时我想起来 师父说过紧急情况时 可以念七八二九 非常灵验 但那时我痛得连大悲咒也念不动了 想去佛台前许愿求菩萨 但是就算勉强起来 都走不到佛堂间 于是我只能躺在沙发上 把弟子证放在疼痛部位 心里默默求观世音菩萨保佑 让我快点好起来 等我肚子不痛了 稍送经文组和小房子消夜账 然后就一直默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想想人真的很脆弱 肚子痛就起不来了 大约痛了一个多小时 感觉好多了 我马上上香 烧送了经文组和小房子后 身体完全恢复了 肚子一点也不痛了 经文组和小房子太灵验了 女儿网上查了这个症状 可能是食物中毒 右侧肚子剧烈痛 也有可能是急性蓝尾炎 真的是菩萨保佑 我这么严重的疼痛 也让我过了一关 师兄们 我们学佛人 能运用师父教的方法消夜 有菩萨保佑真的好幸福 感恩菩萨感恩师父 感恩这么好的心灵法门 真实不虚 灵验无比 希望有更多人来学佛念经 离苦得乐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法喜分享 神奇大杯水 同修们 大家好 跟大家分享法喜的是 菩萨大杯水 治愈我乳腺下方起痒皮肤 前几天 天热出很多 乳腺下方皮肤出现起痒 我就抹药膏 没见效 反而 痒面有小面积 变得越来越大 皮肤发红 还是起痒 换 今天我来分享这几天发生在身边的灵验事件 希望能让更多的有缘众生了解佛法 学习佛法 表弟今年31岁 几年来出了好几个女孩 每次都是相处一段时间后 走不进婚姻的殿堂 这个年龄在农村 已经是大龄单身青年了 小姨一家非常着急上火 却也无济于事 前年我去她家 小姨听我说起学佛的好处 听了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众生 小姨也开始捧起经书 念经学佛 求菩萨能给儿子个好姻缘 能帮助儿子早日解决婚姻大事 但因为工作忙 一直没有正经地跟菩萨许大愿 因此表弟的婚事一直未能如愿 今年过年回家 心仪的女朋友又吹了 一家人都很沮丧 师父说过 本身业障太重阻碍就大 要先把这份阻碍运程的业障消除掉 所求之事才能如愿 我告诉小姨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好好许个大愿 小姨也非常虔诚 记得是今年二月十几 来到我家佛胎前许了愿 帮助她儿子念经放生 五月份在外打工的小姨 突然收到儿子要订婚的消息 小姨高兴不已 感菩萨的慈悲 赶紧回家给儿子办了订婚仪式 小姨依旧继续将之前许的愿力 认真完成 前几天也就是六月三十日 表弟结婚了 小姨终于把儿媳妇娶进了家门 我再次震撼于佛法的伟大 实践愿力的重要性 师父讲过 您许下愿力的那一刻 所求之事 菩萨都已经安排好 只管耕耘 不问收获 一切交给菩萨 认真践行 信愿行 只要您真心修学 坚信佛菩萨能救度我们 努力修行去改变自己身上的毛病 所求之事都能如愿 愿师兄们能够从分享案件中 得到启发 真修实修 在解决好我们人世间的问题后 更加努力精进修行 以超脱六道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今天早香 已经跟菩萨讲好 先去银行取发的工资 然后放生 求菩萨保佑一切顺利 因为没有开通短信通知业务 只知道人事告知 今天会工资到账 结果去到老远的银行 排队去查存折 工资仍然没有到账 想到这个公司 让员工办存折代发工资 还要指定一个小银行 还要必须只能在柜台上取 火气瞬间又上来了 自己犯嘀咕了 但是转念又想 我是学佛人 不能发火 不能骂人 一切往好处想 本来是五月底就应该发工资 已经拖到六月底还不到账 这一切都是业礼和缘分 然后就在外面 给佛陀观世音菩萨上心香 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工资 早点到账吧 今天功课里的消灾即将神咒 解节咒 准滴神咒 全部加到108遍 求观世音菩萨保佑 下午五点银行关门前能到账 这样我今天还可以取到钱去放生 然后又开通了短信通知业务 于是开始念经 三种经文 念到准滴神咒 只剩十多遍未完成时 我又一次心生烦恼 但想想 还是把一切交给菩萨 念完了余下的经文 开始念功课里的心经 没有想到 就在这时 突然来了短信 工资到账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 太神奇 太灵验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 又度过了一个小小的难关 愿观世音菩萨 保佑更多的有缘众生 早日闻到佛法 离苦得乐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四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现在很多年轻人 不尊重父母 爸爸妈妈 年老多病 好不容易到了晚年 想过一个清静的日子 又要帮儿子看孙子 有位婆婆 年近七十 在大城市里工作 非常舒适的席部和儿子 要婆婆到城里 去帮她的儿子儿媳 看孩子 这个婆婆 舍不得家中多病的老伴 又不好回绝 她的儿媳妇 最后只能坐火车 到城里去了 有一天 她的儿媳妇下班回家 看到奶奶抱着孙子 在看图说话 奶奶指着老鼠说 这是耗子 指着蝴蝶说 这是飞虫 指着蛇说 这叫长虫 指着狗熊说 这叫黑瞎子 指着喜鹊说 这是老鸭子 指着麻雀说 这叫马骨 老家贼 芝芝 她媳妇听完之后 第二天 就给婆婆买了一张 返程的火车票 送她回老家 坐上车的老太太 自言自语地说 哼 小兔崽子们 不跟你们来点套路 我想回家 怎么走得成啊 感菩萨 感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所以 要真正地从执着当中脱离出来 每天在家里就需要生活佛法化 做饭 做菜给家人 就是在行菠萝蜜 做家务 可以是行禅定菠萝蜜 做善事 就是精进菠萝蜜 夫妻吵架 你能忍辱 就是在行忍辱菠萝蜜 这样的话 你的生活佛法化 佛法生活化 你自己慢慢就会懂得了一条解形的原则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